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義士 我是宇正 那上一集 我偷懶一集 還是禮拜五 我有點懶得錄了 因為禮拜五下午的時候 我被邀請到去了一檔御展 去完那檔御展回到家之後 已經晚上了 那晚上我去運動完回來就懶得 再錄一集 反正就是發懶啊 很久沒休息了 就是一個禮拜錄兩集 那說實在 最近感覺有一點累 那就想說放置一天假啦 那如果大家覺得少了一集 對你們有一些影響的話 那只能說不好意思 那我相信對大部分人來說 應該是沒什麼影響啦 好啦 那禮拜五下午去看那檔御展 我覺得非常非常不錯 也是我第一次參加了一個叫做 應該說第一個舉辦NFT的御展 很特別喔 就是一般來說NFT 你基本上都是在線上購買就好了嘛 但是他這個御展竟然有半一個實體的御展 哇操真的蠻屌的啦 那這一間拍賣公司就是我們台灣最大的本土拍賣公司 叫做羅福奧 那我相信如果啊 你對於台灣的藝術市場 亞洲藝術市場有一點了解的話 基本上都會聽過這一間拍賣公司叫做羅福奧啦 那如果你要用整個台灣市場來看的話 羅福奧絕對是目前先進台灣市場地位最高 然後也是這個時間也是最久的一間 歷史最優秀的一間拍賣公司啦 這個應該是無庸置疑的 那這一次也是他們這個NFT拍賣也是台灣第一間 這種藝術類型的拍賣公司首次踏入到了這個NFT界啦 就是台灣來說相對慢一點就是到羅福奧現在11月底才踏入到這個NFT嘛 那你像這個 Christy加智德他們基本上從4、5月就開始就開始從Beeple 開始就已經踏入到了這個NFT了 那蘇比也是緊接著嘛 然後你到副議師到最近的這個保利 其實也都已經早早就踏入到這個NFT的擁抱當中了啦 就是畢竟裡面的大錢真的還蠻多的啊 那這些拍賣公司他們其實不是什麼藝術機構啦 基本上有錢賺的地方他們就是往那裡鑽就對了 那我是覺得大家不要把他們想成是 就一定是要做一些什麼非常藝術性的東西 他們是一間以商業為導向 拍賣公司一定是以商業為導向 你們不要想像說他們是什麼啊 可以有什麼公信力的藝術機構 或者是公家等級的藝術機構 沒有啦 就是基本上能賺錢的他們就是做就對了 所以呢 羅夫奧這間本土拍賣公司 他們願意踏入到這個NFT界 我是覺得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啦 因為畢竟這真的是一個潛流 我倒還覺得這些台灣的本土拍賣公司 他們不踏入到NFT的懷抱 我都覺得這些拍賣公司 可能有一點跟不上潮流的感覺啦 那很高興看到這一次 羅夫奧這間台灣最大型的拍賣公司 他們願意跳下水來 當第一個跳水的人啊 下來做這個台灣第一場的這個NFT拍賣 那我先講一下他們這個NFT拍賣的時間好了 是在這個2021年的11月26號下午兩年 到2021年的12月6號下午兩點 這段期間其實已經開始在拍賣了 那禮拜五我去看他們的預展的時候 其實是做得非常非常不錯 他們的預展場地辦在台北南港那一邊 那整個場地就是有設計的非常crypto的感覺 那也請了非常多的這個crypto專家 虛擬會不會有專家 或是NFT的這個有經驗的人 甚至一些法律啊律師啊這些邀請他們到這個 預展上面去做一些演講跟講座 跟一些這個他們原本的實體收藏者去推薦說 NFT有什麼好處啊 那你要玩NFT的話要怎麼去切入啊 怎麼做是比較安全的 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畢竟都是在推廣嘛 那這一次這個羅浮澳他們最主要的主持 就是希望可以帶著他們原本的實體長家 踏入到這個虛擬藝術數位藝術的懷抱裡面啊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可是比較可惜的就是他們這一次 這一檔拍賣他們收的這個貨幣 基本上就是現金嘛 就是台幣或是美金或是港幣啊 不然就是虛擬貨幣的話 就只有這個定毛這個美元的 美元穩定幣啊就是USDT 那他就是沒有辦法收這個ETH跟BTC啊 就是沒有辦法收以太幣跟這個比特幣 我覺得是相對可惜的 如果他們有辦法收這個以太幣 或是比特幣的話 我會覺得說那他的這個新聞熱度可能會更高一點啦 不過我覺得已經算是非常非常棒了 畢竟他們是第一次做 而且還是台灣第一個願意挑下來做的拍賣公司 我都覺得不管怎樣都值得嘉許 好啦那一樣看到螢幕錄製的部分啊 就是我從頭到尾現在大家應該從頭到現在啊 播放的都是他們這個宣傳影片啊 那我們切換到這個他們拍賣網頁 就是基本上這個拍賣網頁 你如果要買這個羅浮澳他們這檔拍賣的話 就必須到他們線上拍賣網頁去競標去投標啦 一樣到這個12月6號的下午2點之前都可以做投標 那這個網頁的網址我基本上一樣會放在資訊欄裡面 大家有興趣的話就點開來看啦 那如果你有興趣競標的話 就歡迎去申請加入他們的會員 然後就可以進去投標了 好啦那大概看了一下他們的展品 我覺得都非常不錯 也都是籃籌啦 像這個LavaLand的MeatBits啊 或者是Rblock的作品啊 或者是這個Etherrock啊 或是BYC這些他們全部都有啦 那其實件數不多我覺得比較偏是常識型的拍賣 那我也非常樂見他們這樣做啦 這個是非常不錯的 但是呢我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像這種傳統的拍賣 他們在拍NFT的這個手續費跟佣金 絕對都還是比你去像是這個OpenSea上面賣來的高啦 就是你的成本會比較高 不過呢如果你原本是這個實體長家 然後你想要踏入到這個NFT區塊裡面 可是你又沒做什麼功課 然後你又是一個小白又是菜雞 你很怕被別人割韭菜的話 那我也覺得說你多花個一些佣金 多花個一些錢 去讓這些拍賣公司幫你做選擇 幫你挑出來這些東西 就是基本上已經沒問題了嘛 他們的專家都有去做過審核了 就是這些NFT已經沒有問題了 那你多花一點錢去買這些東西 然後去做收藏的話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啦 但是前提就是 你沒有做什麼功課嘛 然後你也是這個小白 你很怕被騙的話 因為NFT他的這個進入門檻真的比較高啦 然後這個如果他的這個水泰深啊 你可能不小心買到假的密閉 或是買到這個假的這個BAYC之類的 我是覺得那個就得不偿失啦 因為你只要買到假的 他基本上就是完全歸零的 那個等都不用等 但是呢這時候如果你多花一點錢 讓這種羅浦澳這種實體拍賣公司 去幫你把關的話 我覺得是不錯的事情啦 好啦反正就是在這裡推薦給大家 我在上禮拜五去看的這個 羅浦澳的NFT預展 非常非常特別 也是我第一次去參加這個 NFT的實體預展 很棒 我覺得很棒的體驗 好在這裡分享給大家 分享給有興趣的朋友們 好再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最近啦在前天的時候 中國他們內地啦 做出了一檔拍賣 我覺得非常值得關注 因為這檔拍賣已經結束了 是在這個11月28號的 那這一間拍賣公司是中國加德啦 中國加德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講過嘛 如果以中國他們本土的拍賣的話 我個人是認為中國加德跟這個 中國保利這兩間是平分秋色啦 那中國加德他們的這個年代也比較 久遠一點是1993年就已經創立了 那這一次中國加德他們在北京拍賣 有一場拍賣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值得關注 這一檔拍賣也已經結束了 是這個 印象派及現代藝術夜拍啦 那這一場拍賣為什麼值得關注 這算是中國他們 內陸史上第一場 這個有專門為這個 西方的印象派還有現代藝術的拍賣 開設一個這個專場啦 那這一個專場他整場只有五幅作品而已 這個很少有這種專場這個只有這麼少的物件喔 因為通常這個這麼少物件 你是很難去cover他們那些這個宣傳費用的 但是這五個作品全部都是大師之作啊 有誰這些大師有誰有莫內 有賽尚有必沙羅還有皮卡索啦 那莫內他是兩件作品 那賽尚一件必沙羅一件還有皮卡索一件 這樣合起來總共五件 在11月28號的時候 這五件作品全數賣出這一場專場 白手套show hand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那總成交額大約是這個2.39億人民幣 也差不多是台幣10.4億 五件作品就拍到10.14億 算是這個非常非常棒的一個成績 那他的高於估價的比例大約是20% 估價以內的比例大約是80% 這個成績也是非常非常好 那估價也估得非常的精準 我相信中國加德北京他們這一次 這個算是試水溫的拍賣 也算是讓大家整個中國他們內陸裡面 對於一些西方藝術 尤其是印象派跟現代藝術的一些信心 應該會更足一點 因為一般來說這種印象派跟現代藝術 通常都是挪到香港拍賣 如果你在亞洲的話 或是基本上通常都是在紐約或是巴黎去做拍賣 比較少幾乎很少很少會拿到中國內陸去做拍賣 因為中國內陸他們大部分都還是以自己的藝術為主 中國當代或是中國現代書畫 或是古代書畫 甚至是一些器物瓷器類別的 玉器類別的會比較好賣 因為他們中國本土的藏家大部分都是喜歡去買這些東西 尤其是在這幾年 但是這一次加德北京特別去做了一個嘗試 把這些國外西方的很厲害的印象派的藝術家 或是現代藝術的藝術家 拿過來中國內陸去做拍賣 我覺得這一次的嘗試非常值得贊取 這一次他們的成交的第一名是 克勞德莫內的《碎蓮池與玫瑰》 這一件作品他的創作年份是1913年尺寸 為73乘上100公分 一樣是優化畫布 他的估價是估價代詢 最後的成交價大約是6.63億台幣 成績已經刷新了在中國拍賣裡面最貴的西方藝術品 這一件作品我們畫面可以看到 就是末內他的《玫瑰花園與碎蓮池》 《碎蓮池與玫瑰》 這個是非常漂亮的一件作品 那在這一件末內《碎蓮池與玫瑰》破紀錄之前的 前一位紀錄保持者是德國當代的藝術家 目前都還活著的葛哈德里希特 他在今年春拍的時候 在中國春拍所寫下 中國大陸最貴西方藝術品的寶座 就是我們目前畫面上看到的 葛哈德里希特這一件作品叫做《柱烈》 那這一件作品 其實也是葛哈德里希特非常棒的一件作品 當時這幅作品它是七連幅 然後是油畫作品 然後當時的成交價格大約是8050萬人民幣 然後沒過多久的時間 馬上就被這一件 這個差不多過一季的時間 馬上就被這個《碎蓮池與玫瑰》所打破了 這個做沒有很久的時間 這個屁股都還沒做熱就被拉下來了 好那再回到這一幅《碎蓮池與玫瑰》 它是屬於末內比較晚期的作品 那時候他已經搬到他1890年 在吉威尼所買下的一個別墅大宅 那他當時就把這個花園改建成這個碎蓮池 也有摘種一些非常漂亮的植物 那他也很常在這些碎蓮池前面去做這個繪畫 那當然也就有很多他最著名的碎蓮池 那這個末內的碎蓮池這些話說 我想根本不用再多做介紹了 其實我也介紹非常多 那我也不贅述 主要是這一件作品 它其實在2015年的5月5號 曾經在舒服比紐約上拍過 那當時的成交價大約是6.24億台幣 那這一次在中國加得北京的成交價是6.63億台幣 價差其實不大 可是這種非常籃籌非常頂級的藝術作品 在短短5、6年的時間之內就拿出來賣 它的升值幅度本來就不會那麼大 但是在短短的5、6年的時間之內 從6.24億到6.63億 其實也已經上升了幾千萬的價值了 就是短短你把它放在那裡5、6年而已 就這麼5年多而已嘛 你就已經賺了將近快4千萬台幣 這個算是投資報酬率也是算非常非常高的 就是你6.24億放在那裡 5年快6年的時間 它就幫你賺了4千多萬 這個還是不錯的 它還是有升的 蠻多的利息給你啦 好 再來我們看到這一檔排賣第二名的作品 一樣是克勞德末內的作品 叫做台階 那這一 這一件作品它的創作年份 是比較早期的末內作品 是1878年的創作 那它的尺寸是61.4乘上50.2公分 一樣是油畫畫布的作品 當時的估價大約是1.07億台幣到1.5億台幣這個區間 最後的成交價來到了1.23億啦 算是在這個估價以內最低估價成交的這個 估價是非常非常的精準 也沒有超過太多 那也沒有低於下去 還不錯 那這一件 克勞德末內的台階 他會畫於1878年 那他算是這個末內 他比較中期的作品 那他屬於他轉型時期的作品 也就是在1878年的夏天 大概是六七月的時間 末內他搬到了巴黎的北部郊外 那這時候他的畫風就開始做轉變了 因為末內他比較習慣的就是去畫 他所居住地方的風景 他原本是住在巴黎的市區裡面 所以當時他在早年中壯年時期的時候 畫的都是一些巴黎的都市榮景 那當他搬到了巴黎北部郊外的時候 就是漸漸的開始去畫一些 鄉間田野的樂趣 那到了晚期之後他搬到這個維吉尼 就是買了一個大宅之後 就是去繪畫他那個大宅的這個自然景觀 所以他是有慢慢的去做轉變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藝術家 他一生的時期的轉變 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從都市再到這個郊外再到鄉村 那這一件作品台階 他最早的上拍紀錄 其實可以追溯到1994年11月28號的倫敦加士德 當時的成交價大約是3100萬台幣 現在看起來非常非常便宜 但是時隔20年之後 在2014年的5月6號 一樣在加士德 但是這次在紐約這次的拍賣的成交價的漲幅 就來到了1.06億台幣 從3100萬跑到了1.06億 整個漲幅是非常大 因為畢竟已經過了20年的時間 那再過了這個沒幾年的時間 還不到10年的時間 就是2021年的11月28號 也就是這一檔拍賣 最後的成交金額來到了1.23億台幣 漲幅也是有幾千萬台幣 這個投資報酬率也是相當高 這個利息也是漲得相當高 這個就是這一件作品 末內的台階的上拍紀錄 也是一直往上跑 好 下一件作品 也就是第三名 就是我們的包布羅碧卡索 基本上有碧卡索 他一定都是擠到榜單的前三名之內 這個是無用置疑的 這一件作品是他的戴帽子的女人 創作年份是1965年 尺寸為58乘上49公分 一樣是油畫畫布當時的估價 大約是8600萬台幣到1.29億台幣 這個區間最後的成交價來到了1.01億台幣 算是在估價內成交 差強人意 那這一幅作品是碧卡索他在描繪 他最後人生晚年最後的一位伴侶 也就是他老婆賈桂林 那他們兩位的戀情是從1952年開始 那時間來到了 就是兩個人從1952年開始認識 然後交往 然後到1961年之後 畢卡索他處理一下他前面的一些事情 處理一下前面的一些感情之後 在1961年他們兩個成為了夫妻 那最後賈桂林也陪伴了畢卡索 來到了他生命的晚年 算是畢卡索他最後的一任謬思 那這一件作品他在2013年的時候曾經上拍過 是11月05號的加士德紐約那時候拍出的大約是8000多萬台幣 那這一次拍出了1.011台幣 所以差不多是這個八年的時間上漲了幾千萬 差不多兩千多萬那也算是還OK的成績 好講到我們第四名的作品是 畢沙羅的八金庫洗衣地 那他的創作年份是1884年 那時間的關係我就不再多做介紹啦 畢沙羅這一位藝術家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也都認識 我也不贅述了 那這一件作品他在2014年的5月6號 在紐約加士德也曾經拍出了7500萬台幣的高價 那到了今年2021年的11月28號 拍出了8900萬台幣 上漲了1000多萬台幣 我想賣家也是非常高興的 就是不到幾年的時間就上漲了 就賺了這個1000多萬塊2000萬的這個錢 這個非常非常開心 好最後一位是保羅賽上的肖像 他是第五名 那創作年份是1867年尺寸 是65.1公分乘上54.0公分 那一樣是油化化布 當時的估價大約是4700萬台幣 到7700萬台幣這個區間 最後的成交價來到5400萬台幣 一樣在估價內成交 那這一件作品 保羅賽上的這個肖像 他曾經在2016年的2月2號 拍出了這個5700萬台幣的高價 那到了這個中國北京加德 就是今年啊 竟然拍出了5400萬台幣 那等於他算是跌價了 跌了這個200多萬 算是蠻可惜的啦 尤其是這五件拍屏裡面 唯一跌價的一件拍屏啦 就是 我想賣家應該也是蠻心痛的啦 好啦那時間的關係 我這一件作品 我也不會再多做介紹 因為保羅賽上也算是 非常知名的一位畫家 大家有興趣的話 自己都去做一下功課 維基百科一下吧 好啦 節目的最後啊 很高興 大家有把這一集聽完 因為這一集的最後 我要來做抽獎啦 因為最近這個 Facebook粉絲專頁裡面 我的這個按讚 這個追蹤人數啦 來到了這個4000的追蹤了 非常開心 也很高興大家這樣子 這個多多支持啊 那一樣 如果你喜歡我的podcast的話 就是幫我多多分享 跟推廣啦 那這個youtube也是 訂閱按讚分享唄啊 讚起來啊 訂閱起來啊 就是這樣子 那一樣 這一次的這個抽獎 就是因為 來到了4000人嘛 很開心 所以我準備了這個 三個小獎品啦 都是這個 我那時候去台南的 奈良美智特展的時候 買的這個小徽章 奈良美智的小徽章啊 那我現在手上 總共有三個啊 我想說這三個就抽出去啊 一樣就是在Facebook這一集的文章底下 你要留什麼言都可以啊 你要給我一些評論 或者是評價 或者是反正都是盡量正面的嘛 那或者是你要問一些問題都OK 反正你在底下留言的話 就會有機會去抽到這個 奈良美智的小徽章啊 那我只有抽出三位喔 那時間我給他壓在 呃下一集推出的時候好了 也就是 呃 禮拜五的時候 我會抽出三位 這個幸運而去得到這個 這個奈良美智的迷你徽章 像是我在台南美術館的這個奈良美智特展買的啊 只有三位的名額啊 一樣在這個啊 Facebook這一集底下去留言哈 好啦 就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這一集先這樣 拜拜